好 主要持续大家来看到在万里地区这边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万里的圆潭路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看到的是这一座民宅后面是一处山壁 那因为昨天这个豪雨太大的关系 所以导致这个山壁土石崩落 而且是直接就压垮在了这个铁皮屋的地方 所以这一处民宅呢在角落的这个地方完全都已经被土石给压毁了 那索性昨天在事情发生的当下 这个家里面是没有人 但是家中的狗狗也不幸罹难了 而且呢现在因为这个山壁的边缘这个坍塌的关系 所以山上的水流也是持续的灌入到这处民宅 马上来听一下民众的稍早访问 好 我们进到这个民宅里面来看 可以看到地板上已经全是大量的这个淤泥堆积在这边 而且呢这边可以看到有水流不断的是涌进这个家里 主要就是因为在这个山壁上不断有水流还是持续的灌进来 往前看呢您可以看到这边都已经是被山上的这些大量的石块 跟泥沙给压垮的这个铁皮屋的部分 那现在呢区公所也要来帮助民众来修复这个家园 包括是下午的时候会有怪手来进驻 尽快的帮忙把这个淤泥给清空 但是首要的目标呢目前还是要先把这个山上的这个流水给止住 才能够完全的把家中的铁淤泥给清理掉